演唱會其實一直都在 今年一直都在規劃當中 我希望自己能夠 也可以快一點到濟南來開演唱會 畢竟真的上一次是 七年前 我不希望這麼久再來 因為我覺得 真是內地太大了 太多城市有太多自己的粉絲 真的是從《非人海》的時候到現在 有的人甚至還沒有見過我 嗯 我會加油 如果有演唱會我一定會 各個城市盡量跑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之前有參與央食的喜劇之一 對 也有和郭彩星合作一個輕喜劇 啊對對對 那為什麼就是喜劇變成了最近 比較常出現你活動當中的一個字 會是你後想要嘗試嗎 其實說真的喜劇是一個很難的表演 我覺得最高的喜劇就是 你認真的在搞笑 就是你沒有在 輕浮的去 因為它是喜劇的輕浮 而是你很認真的在 做搞笑這件事情 所以我很喜歡 德雲社的眾位大腕們 就是他們把很多的歡笑 跟有趣的事 帶入了到 平常可能比較乏味的人生當中 給大家很多的歡笑 給大家很多的色彩 我覺得去參與喜劇方面 也是給自己一些調劑吧 因為我覺得在拍喜劇的時候 心情肯定是比較好的 然後也比較輕鬆 也沒有那麼多的壓力 所以有這樣的項目來找我 我當然是很樂於參與啦 也順便磨練一下自己喜劇的一些節奏啊 因為有時候那種喜劇的是天分 有時候有的人就是天生帶著喜感 那我覺得我好像不是這樣的人 反正就去看看學學吧 我也沒有要認真的去搞笑 但是我覺得去接觸是好的 好啊 小月月 我真的很喜歡她 為什麼啊 因為她就是很 很願意用自己的 做自己的醜態去 去博得別人的笑聲 最高級的玩笑 我一直記得我小學老師跟我說 最高級的玩笑就是 開自己的玩笑讓別人笑 因為你不用去開別人玩笑 對 因為有時候開別人玩笑 你不知道分寸的時候 或是分寸沒有哪裡好的時候 你會傷到別人 開自己玩笑讓別人笑是最好的 嗯